第35題,35題,36題是題組,電阻串連相當於增加長度,電阻並連相當於增加結面積,是以此概念思考,回答35,36題,第35題是問,若R1電阻是由兩個R2電阻串連而成,R3電阻是由兩個R2電阻並連而成,如右途所示,則R1,R2,R3的大小關係下列何者正確? 老師上課提示過,當我們的電阻長度越長,電阻就會越大,結面積如果越大,電阻就會越小,題目已經提示我們了,串連相當於增加長度,所以串連的時候他的電阻會增加,R1是兩個R2電阻串連,所以R1電阻會大於R2,那麼題目也告訴我們,電阻並連相當於增加結面積, 所以就表示我們電阻並連的時候電阻會減小,R3是兩個R2電阻並連,所以就表示R3的電阻會比較小,R2會大於R3,所以R1,R2,R3的關係是,R1大於R2,大於R3,因此,第35題問,則R1,R2,R3的大小關係下列何者正確? 我們答案選擇是,R1大於R2